這個類普篩這件事情 我想 其實這樣,網路事件 常常很多那種什麼梗圖 今天才看到那個類博士、類房東 還有類 類歌手、還有類當兵 那個就笑話看一看就好 這是這樣,比較嚴肅的題目 這個普篩做不做 這還是有他的公共衛生的科學清楚 所以現在是這樣 就目前階段是不需要 所以這個還牽涉到你當時的狀況和你的戰略目標 像我們當時會在 比方說在 北農那時候,我們是希望說 要快速的把這個感染案例壓下來 所以才會大規模的篩檢 還有一種就是說 已經進入最後清零階段 就是要把那個最後 那個躲藏的那個 傳染壓幹掉的時候 那時候也會做 比較普遍那一區這樣篩檢 所以是這樣 兵無定型 你知道 這個是按照當時的狀況在決定 所以這個 現在沒有辦法回答你 但是你說 如果基隆現在做類普篩 你知道 我倒覺得是這樣 普篩就普篩 我不曉得那個叫類普篩 因為我沒有聽過這個名稱 社區 社區大規模篩檢 這個有 但是我不曉得類普篩是什麼意思 這個有說 這個有說 中央常常發明那個我第一次看到的名詞 矯正回歸 有說那個 那個 作業容量不足 補作這樣就好 矯正回歸我們聽不懂 我現在是聽不懂那個類普篩什麼 這個狀況還有你的目標 來決定 所以這條沒有標準答案